水上拔河比赛你看过吗 土豪哥又开始新的挑战了 两两拔河PK 最后一个落水的人 就是最后的赢家 不仅获得拔河之王的称号 还能得到50万美元的奖金 土豪哥为了让拔河比赛更加好玩 把村里的拔河冠军大壮也请来参加挑战了 一共有6人参加挑战 两人为一组 我猜你一定打不出这个字 赢的人就能进入下一轮 第一组比赛的两人是小美和呆瓜 他们各自站在木板上 双手抓着绳子的两端 倒计时一结束 两人就开始比赛了 别看小美是个女人 但是她的底盘很稳 不过男女之间力量是有差距的 比赛时间越久 小美就越来越吃力 而呆瓜趁着这个时候开始发力了 小美想要反击 但是后劲不足 一下子就被拉下水 呆瓜成功进入下一轮 下一组是染发哥和粉红哥 比赛开始之前 两人假假的寒暄了一下 倒计时结束后 两人都以笑声攻击对方 好家伙 这难道是武林绝学中的 笑一笑十年少吗 不一会儿 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粉红哥一个不稳 差点就滑下去了 又急忙稳住正脚 反观染发哥这边却很稳 他采取双脚不动 只动双手的战术 一看就是惊艳老道 你看粉红哥被拉下水了 这一组染发哥进入下一轮 下一组比赛的是土豪哥和冠军大壮 力量悬殊的两人谁会赢呢 土豪哥今天又来搞事情了 你知道在水上比赛拔河有多好玩吗 六个挑战者两两分组 赢的人就能进入下一轮比拼 最后的赢家就能获得50万美元的大奖 冠军大壮说自己参加拔河比赛就没有输过 想赢他还是下辈子吧 如此自大的冠军 希望待会别被打脸了 土豪哥说他其实挺紧张的 毕竟对方可是冠军 不过为了最后的奖金 他觉得可以试一试 两人都是行动派 比赛一开始双方扯着绳子 表演了一出你推我拉的拉锯赛 水上拔河和陆地是有区别的 地方有限 能发挥的空间也比较狭小 冠军大壮也不敢做出太大的动作 另一边的土豪哥一直处在防守阶段 紧紧地抓住绳子 他在等待一个机会 土豪哥瞄准时机 使劲拉扯 趁冠军不注意就把他拉进水里 土豪哥快乐疯了 自己竟然赢了 冠军的脸被打得啪啪响 冠军一直强调说 自己是陆地上的强者 改天在陆地上再比试一场啊 三人进到第二轮的比赛 土豪哥说 规矩他说了算 其他两人先比赛 谁赢了才有资格和他比 好家伙 赢了冠军就是不一样 可以说是十分嚣张了 只能助土豪哥耗子为之了 你玩过在水上拔河吗 这可比在陆地上有趣多了 土豪哥叫来几个挑战者一起参加 赢的人就能获得50万美元的奖励 染发哥和呆瓜都已经准备完毕了 双方都拿出必赢的气势来 倒计时结束后 双方一起发力 好家伙看这架势 真是谁也不服输 全都拿出毕生的力气来拔河了 不过很明显 染发哥的力气比较大 呆瓜猝不及防 就被拉下水 染发哥又赢了 呆瓜虽然输了 但是很有体育精神 毕竟有一滴 比赛第二 呆瓜说 希望染发哥可以赢到最后 不然就很对不起他了 染发哥说他现在也很激动 因为他即将和土豪哥比赛拔河 争取最后的大奖 土豪哥说自己根本不在怕的 他可是赢了冠军的男人 这比赛对他来说太简单了 土豪哥让染发哥小心一点 双方放完狠话后 就开始准备了 裁判一声令下后 双方用同样的姿势使劲地拉住绳子 两人都在你推一下 他也推一下 为了50万美元的大奖 谁也不肯认输 吃奶的劲都是出来了 究竟谁会赢到最后呢 就在这时 染发哥一个狡猾被土豪哥拉下水了 土豪哥就这样赢到了最后 获得最后的大奖 真不愧是赢了冠军的男人 就是这么强 关注我 带你们了解更多奇葩挑战